亲爱的兄弟们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诗篇第三章的第七第八节 耶和华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 愿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那么在第七第八节这个地方 腮骨跟牙齿 它所指的就是言语上的冷嘲热讽 那也可以说是吞吃人的一个工具 那祷告求你起来原文是兴起 那显明诗人 他所求的是上帝在他的身上显大 求神兴起不是求神使我壮大 使我这个神器威风 而是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显大 那第三篇其实除了表达 大卫在环境当中遭遇的压力之外 那么最主要的痛苦的来源 其实就在于人的话语 我们应当知道人的言语 是有极大的建造跟杀伤的能力的 好比许多时候 我们在跟一些弟兄姐妹协谈的时候 都会发现 其实人受到的许多最大的伤害 其实也许还不是那个事件的本身 往往都是在那个事件当中 某人对他所说的一两句话 就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跟打击 而圣经里面也有许多地方教导我们 其实我们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果子 我们也看见神是用他的言语来创造这个世界 神说有就有 用力就力 那我们也看见新约也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话语这件事情 它是非常奇妙而有力量的 那么相同的呢 面对人出于恶意的言语 那我们其实就需要有上帝的力量 在我们里面兴起 有神更新的话语 更新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抵挡从外面来的言语 所以有的时候心里面说 因为会有恶者所射来的火箭 其实也表达就是一些恶意的言语的攻击 或者是错误的思想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么真正抵挡这些事物的 真正有效的方式 其实不是去防堵它 而是让我们的里面 有从神来的力量 也就是表示说 如果我们里面充满的是神的话语 充满了神的爱 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缘故 那么外界的事物就没有办法 对我们造成影响 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 我们里面虚空 没有力量 没有神的话语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外面的事物 被外面的言语所伤害 那我们看见 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祷告 最终的目标 其实也是求神赐福 所以到第三篇的最后一节 就会告诉我们 救恩属乎耶和华 愿祢赐福给祢的百姓 好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认识 救恩的源头是什么 祷告要有正确的对象 祷告才会有果效 我们要知道一切救恩的源头 是在于神 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才能够专心的仰爱耶和华 事实上人非常容易倚靠自己 容易倚靠势力 倚靠才能 甚至于倚靠无定的钱财 但其实人非常不容易真正的倚靠神 上帝有的时候 为了让人能够认识真理 或者说认识真相 所以不得不把人带进一个 只能倚靠神的状态当中 那么其实这样的状态 或者神这样子做 其实是要将人从这些虚晃 或者是挟制当中释放出来的一个过程 使我们能够真正因为专心 倚靠耶和华而得着自由 那么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 这个历史的事情 其实也让我们知道 其实上帝要以色列人 就是在那段时间单单的敬畏神 单单的就是只有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而这样子做 其实重要的目标 还不是在旷野绕行的本身 而是期待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因为那个地方有许多外邦的族群 那么以色列人进到那个地方 其实是很容易被外邦人的信仰 或者是他们的风俗所影响的 所以神其实何等的盼望 以色列人能够建立一个不会被影响 纯全 良善 合乎真理的一个生活形态 以及与上帝的关系 但我们从历史看见一个人性的软弱 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刻 其实他们就许多时候就没办法 百分之一百的遵行神的话语 特别当约书亚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就进入了诗世纪 而起头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许多的法则 在诗世纪里面 其实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再存留 这是人生命的软弱 但是我们确实要知道 那么上帝其实要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 是要使我们在这世上能够真实的得着我们自己生命 我们所渴望的一切 好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掌握祷告的原则 愿神赐福给属神的百姓 那首先我们需要思想 那么上帝所赐的福是什么 当然圣经有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应许 有关乎永恒的也有关乎今生的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有层次的来认识 就会看见在圣经当中 其实直接谈到福分 那最完整的就是天国八福 以及在以福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 那个地方谈到 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那我们就不难察觉到 其实神真正要给我们的 是关于生命跟永恒的祝福 是在永恒里面的产业 而关乎地上的祝福 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法则 就是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然后其他的都要加给我们 然后又说到我们不要去思虑 要吃什么穿什么 因为那一些是外邦人求的 那不是我们需要去求的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 其实我们的父是知道的 好 那这些经文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的是永恒的荣耀 要的是生命的丰盛 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真正需要 用心去得着追求的祝福 而其他的事情 地上的事情 其实就是按着上帝的主权 按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 然后我们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刻 神会把我们所需要的赏赐给我们 然后我们在神的爱中 我们是去学习怎么样子成为神良善 忠心 有见识的管家 而自己要得着神的祝福 那我们就需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范围 叫做属神的百姓 所以这个地方说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那除非我们愿意遵行神国的律例 我们愿意让自己成为那有了主的命令 就遵行的人 成为神所知道 爱神也蒙神所爱的人 让自己能够进入到 是属神的百姓 那不然其实我们要得着 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祝福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有一定的难度的 那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 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知道 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 以至我们真正要追求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真正要用心去经营的 这些面向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定准的目标 也能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法则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能够追求永生 而在地上 也能够得着从神来的喜乐跟平安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观看